政府的政策 我们有大的改变是在民国49年 那时候我们出现一个伟大的人物 他就是尹仲荣先生 尹仲荣先生用了一些外汇 给这个民生日用品的制造厂商 让他可以进口新的设备 然后进口必须要的原料 来改善在台湾的民生日用品 那么主要是用自己制造来取代 比较低品质的 或是是取代进口的 那从此之后 台湾的日用品就进入一个 有竞争的一个状态 那么那个时候我们有机会 让我们的水晶肥皂 变成肥皂类的这个独占 到现在为止 还是几乎是一个独占 虽然这个肥皂市场是萎缩 而且持平 那么由这个洗衣粉 还有其他种种的洗剂代替 但是水晶肥皂因为它是环保的 它是保护皮肤的 所以到现在还是能够生存 而且现在很多人 已经把它当作一种专门的使用 跟皮肤有关系的事情 我相信很多皮肤科医生 或者网络上都有在报道这个事情